Hello 各位大家好 听到我说话吗 你好 我是刘晓峰医生 今天很开心跟大家分享一下 周身骨痛的问题 周身骨痛很值得说 因为其实大家可能都有不少的机会 或者以往的经验去听一些讲座 其实很少的讲者会讲周身骨痛 通常讲者会讲什么 比如是追尖腰盘突出 或者是坐骨神经痛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其实容易讲很多 因为当你有一个疾病的时候 你去讲怎样去诊断这个疾病 或者怎样去处理这个疾病 就来得简洁很多 可以在20分钟里面讲完了 但是今天我就会有一个大挑战 就试试去讲一个这么大范围的一个症状 而每个人都可能曾经试过的 周身骨痛 下腰痛 背脊痛 肩膀痛 有没有人现在就有腰痛的 哇 都很多 现在就有了 刚才我看到大家都很开心 和黄先生做过一些运动 现在有没有肩膀痛的举手 都很多 我们今天就试试去讲一下 究竟有没有一些方法 我们可以自己去处理这些周身骨痛的问题 先讲一下腰痛 腰痛的问题 为什么这么值得说呢 就是因为如果你问100个人 有腰痛的人 其实有85个人里面就是这些没有特性 没有原因的一些背脊痛的问题 而其他的15个%是什么呢 其他15个%的人就是在说 譬如是追尖腰盘突出 譬如是一些软骨磨舌的问题 其实有很多的 八成半的人 其实腰痛都是跟这些没有特性的背脊痛有关 通常都是跟肌肉的问题有关的 而看回你香港市民里面 其实过去一年曾经有背脊痛问题的人 就已经有四成二那么多了 背脊痛其实跟很多的原因是有关系 今天是讲着sport的medicine 那我们先讲在运动上面 引致这些没有特定成因背脊痛的原因 那如果你牵涉一些平时你做的运动 是说的是一些不平衡的运动 譬如去打哥尔夫球 哥尔夫球就是去一边的 那变成了有一边的肌肉会经常使用 又会有另外一边的肌肉是没有使用到的 那这些不平衡的状况 久而久之就会形成这些肌肉的问题 或者没有特定的一些腰痛的问题 中间那幅图就是讲着我们的姿势 坐姿 大家现在都坐着 看看自己的坐姿是怎样的 会是倾向靠去后面的腰柄 还是是倾向坐前一点点 然后将个人向前污下的 这些不同的选择其实都会影响你 究竟有没有多些的机会有这些没有特定原因的 一些背脊痛的问题的 那现在有很多的运动是推陈出身 有些新的运动其实都会牵涉到这些坐姿的问题的 大家有没有听过电竞运动 即是打机 现在电竞运动将会是2022年亚运的一个项目 那这些选手可能都会面对他们腰痛的问题 经常都要坐 其实我最近去过一些电脑的商场 见过这个电竞的竞椅 大家有没有见过 就是给打机的人特意坐来用的 这个就是因为姿势上面发展的一些商机 当然也会和我们平时的工作和平时做些什么有关 如果是家庭主腹的你去怎样掃地 已经去影响你有没有下腰痛了 掃地是向前污低的一个动作 很多时候我们见到下腰痛都跟向前污低身是有关系的 那我们稍后会讲详细一些 上个月这部电视剧很热烈 《燃烯攻略》你有没有看过 我就看了一两集左右 其实都挺好看的 《燃烯攻略》就是说康熙年代 就是大概三百多年前 我看《燃烯攻略》最大的感触就是 我发觉其实我比起三百多年前的康熙皇帝 是生活得要舒服一些的 因为他们就这样看他们坐的地方 都已经觉得其实 漂亮就很漂亮了 但坐就不是很舒服的 是吧? 他们是讲一些酸脂的素材 而我们去看这个电视节目的时候 坐着什么呢? 我们坐在沙发 其实就软软软很多 舒服很多 其实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奢华很多的 如果比起三百多年前的时代 是吧? 当然了 在我们现在这么奢华的生活里面 都会有对我们身体结构的影响 而这个姿势也是很不自然的 身体呢 其实在过去这么多年的进化历史里面 是没有面对过这个挑战的 我们的身体 是不是用来设计成为 可以坐梳化 坐到这样的姿势的 三百多年前的人 在讲香港人 那时候是小渔村 那时候可能窮到 连一张椅子都是奢侈品 所以他们的生活习惯 和我们的生活习惯又很不同 如果三百多年前 Smart Mud Fund Day 在香港举行的话 其实可能我们没有等给大家的 每个人都需要这样去坐在这儿 听我说这个背部痛的讲座 其实呢 如果你相对梳化这个坐法 我公平点说 客观点说 其实蹲在这里坐 是健康一点的 是健康一点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下肢得到 多一点的舒展 而且同时间是在训练 你一些慢性的 核心肌肉的力量 而这些的力量 是很重要去预防 背脊痛的问题的 我们要讲一个这么广泛的题目的时候 其实最好的方法 去令到大家是 从一些科学性 或者是医学性 多一点的角度去看一下 如何处理我们背脊痛的问题 就是我们近年经常说的 巡症医学 讲证据 Evident based medicine 我们看看有什么证据 去告诉我们 究竟如何处理 这些下腰背脊痛的问题 第一 要保持活跃 和是及早去预常活动 当你有腰痛的时候 不要睡床 就像平时这样活动 当然不是说痛到很不得了的时候 你仍然是预常活动 就不是这样的意思 而是在你可以接受的程度之下 继续去做你平时做的事 洗下太极 走下慢路 这些就是可以帮助我们 去如何处理这些背脊痛的问题 Level 1 Evidence 的意思 就是第一级的证据 我们做了很多研究 去证明这件事 第二样就是 腰疯是不能够预防背脊痛的 不用帮腰疯了 没用的 第三 就是一般的一些背脊痛的患者 他们的临床的症状 和工作经历能力 和我们照一张X光片 或者磁力共证的片 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 就是说你照了X光片 或者磁力共证的片 其实和你现在有痛的地方 没有直接的关系的 我讲一个例子给大家听 就是一个最近的研究 是关于磁力共证的研究 我们抓100个人 假设100个人 没有背脊痛的 身体很健康的 抓他去照磁力共证下腰的地方 其实我们就会发现到 其中三分一的人 就是已经有追尖腰本突出的了 他们没有痛的 没有症状的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有下腰痛 同时间再去照磁力共证的时候 你至少都已经有三分之一的机会 是会照到有症状的 有追尖腰本突出的问题 而这个发现 其实跟你现在有的下腰痛 是没有关系的 我这里有一些很实际的建议给大家 去怎样处理 一些没有特定成因的腰背痛 第一样就是 首先要排除 其实会不会是有特定成因的呢 会不会有原因 我们未知道的呢 第二就是不建议使用 一些常规的影像去处理 X光 磁力共振都是不需要的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我们今天会练习一下 就是有一些 我们怎样去自己 去帮自己的方法 去处理这些痛症 和怎样叫做适合的运动 去处理和治疗下腰背痛 而最后我也会说一下痛 其实除了在生理上面 也有心理层面的因素存在 首先说一下如何去排除 一些下腰痛 其实是有特定成因的 Reflect的意思是 红旗仔 我们看到这些红旗仔的症状 我们就需要小心了 我们可能要问医生意见 会不会是其他东西呢 第一点 二十岁以下的腰背痛 真的比我年轻 或者五十五岁以上 有见识过我 这些人士的下腰背痛 就要去看医生了 因为可能你的成因 并不是那么简单 还有什么的症状 或者是情况 我们需要去看医生的呢 包括这个背脊痛 是由于慢烈的创伤有关的 而这个痛是一个非动态性的疼痛 就是说你不动它也会痛的 而且是持续累增的话 这个痛你就需要去看医生了 胸口的疼痛就不要忽视了 如果有这个位置的疼痛就要去看医生 大家都知道很重要的器官 包括心脏、肺的痛 可能都跟这个胸口疼有关的 曾经有癌症 或者有服食过类固醇 濫浴药物的历史的人士 外肢病患者 体重突然间减轻的 或者这个腰痛 令到你持续这样 不能够向前这样弯曲的 这些情况都要去看医生 有一个症状你也需要去看医生 就是当你有麻痹的时候 如果痛加上麻痹 很可能是跟神经线受压的情况有关 那些情况一定要问医生意见 不建议使用常规的影像 X光、磁力共振 尤其是X光或者电脑掃描 因为那些会牵涉一些辐射 而这些辐射是会累积在身体里面 尤其是女性 如果牵涉下腰背痛 照的位置 其实也很近身直器官 这方面也是我们的一些考虑 好,今天讲的重点 究竟如何自救 刘医生说了这么久的口水 如何帮自己 第一件事就是可以试一下一些药 一些非处方的药物 其实你去街上都自己卖得到的 譬如扑式热筒 就是我们英文 可能你会懂得多些的Panador 第二就是要继续日常运动 刚才讲过 如果你休息的话可能更加差 你要保持日常多些的平时的运动 在可以接受到的情况之下 是保持活跃的 尝试一下一些的运动方法 一些有证据 有研究显示 是对慢性的背脊痛有效的方法 譬如是密根絲的方法 或者一些瑜伽的特定星子 我们一会儿可以一起试 最后一个建议就是 减少早上一些腰部向前伸展的动作 譬如说拆牙 坐下这些动作 不是啊 刘雨昕 你难道叫我一个小时后才拆牙吗 早上当然是拆牙的 对不对 向前污下身 其实都很讲究 你的瓷盘有多高 而且向前污下身 你首先是用盘骨去移动 还是用下腰去移动 已经是有分别的 有一个研究曾经做过 叫人在早上起床之后一个小时 只是站起来 什么都不要做 叫他们只是站起来 不想不到从头一个小时 发现他们的背脊痛 的机会是少很多的 好了 腰痛如何处理 我们首先讲一下 那个刚才讲的很讲究的 向前弯动作 我们发现 在一些无特定性的 一些腰痛的人士 很多时候他们向前弯的机制 都会选择用下腰 多于用盘骨的 你只有两个方法 是向前弯低的 第一就是用腰的部分 第二就是用盘骨的部分 如果你用盘骨的时候 你不用腰的话 其实你向前弯的时候 下腰就会伸直 或者是微微地向后弯的 但如果你用腰的地方去弯的话 腰部就会呈现圆拱形 哪个好哪个不好呢 圆拱形就一般不好 圆拱形我们发觉 通常有这些痛的人士 在初时 向前弯的时候 都会圆拱了这个位置 令到这个位置 增加压力 或者其他肌肉 会受到多些的 多些的劳累感 好 大家一起站起来 我们现在试一下 向前弯的一些动作 一二三 向前弯 看看可不可以保持下腰的位置 尽量微微屈曲 而后伸直的感觉 好 上来先 多些的感觉 在一个下腰的位置 再来一次 一二三 是尽量伸直你的下腰 微微向后弯的 这样就叫理想了 好 站起身 好 下回地下先 坐在椅子上 我以为大家是古代 好 一些很简单的一些动作 大家 现在可以介绍一下 给大家的 躺在地上 做都可以 可以了 双手呢 拍在地上 这个动作呢 其实呢 就已经有效伸展你的下腰的部分 第二个动作呢 就是这样的 我现在不用咪 看着了 或者有没有同事 可不可以帮我拿个咪 哈 哈 可不可以帮我拿个咪 麻烦你 好 这个动作呢 都可以有效呢 令到你们的下腰呢 是强健一点的 看着 好 手撑地 脚撑地 然后呢 将一只脚慢慢伸直低高 哈 这个位置呢 其实呢 就是用你一边屁股肌肉的力 的 在同时间呢 你如果同时间 将另外一只手 向前先高的话呢 就可以将你的下腰的位置 都会练得到 哈 那么这些肌肉呢 如果能够强化的话 就可以有效 对抗你一些 没有特定原因的一些 腰背痛的问题 好了 因为呢 今天的时间呢 真的不是很够 那么呢 我呢 其实呢 还有很多东西想跟大家讲的 不过呢 都要弱量去处理 那么呢 古代里面呢 其实呢 有很多知识可以给大家的 中国文字里面的痛呢 其实呢 是 里面那个字呢 其实是痛的省略来的 古代人呢 其实已经告诉我们 痛呢 比如不是一点 而是贯痛的问题 来的了 多过一点的问题 来的 现在呢 我们呢 已经知道呢 痛呢 其实呢 并没有一个特定的 一个传说的途径的 我们呢 有的传说途径呢 只是一个偵测 伤害刺激的 一个感受的器官 而这个器官呢 其实呢 是给我们知道呢 有没有危险 试幻想下 如果我叫你眉上眼 我告诉你 我找个大的万字夹 夹你手指了 我找个万字夹 夹你手指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很痛的 但如果我同样 找个万字夹 夹你手指 然后我叫你眉上眼 我现在找个老鼠夹夹你了 一夹 哇 很痛啊 其实呢 你的脑呢 是对你的痛症的感受 是有影响的 肩头痛的处理 也都跟背痛 是大同小异 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伸展 大家先站起来 然后呢 把两只手 两只手 都升高上去天花板 只是屈曲你的左边手肘 然后呢 把右手 好 放那个手肘去头的后边 做了这个动作之后呢 把头呢 去向后推 打开你的胸口的地方 如果可以的话呢 望上天花板 就最理想了 一个呼吸 好 然后呼气 慢慢放回手下来了 放完手下来之后呢 就再向外伸展 两只手都在一起 两只手在一起 吸气 拉上 然后呼气慢慢下来 关于肩头呢 其实呢 你的角度越多呢 你的肩头就会越健康了 好 今天时间不够 真是不好意思 不过很开心 和大家分享这些知识 多谢各位